沃尔玛说明,决定在纽约州、康州和克罗拉多州的所有超市内全面禁用一次性塑胶带,政策完全是从环境保护出发。 与此同时,这间零售业巨头还尝试未来要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全面禁用塑料带,主要原因是全美已经有10个州现在都通过提案禁止使用塑料购物带。 此外,沃尔玛还说明,加强推动禁用一次性塑胶带,主要是研究报告显示,美国消费者平均每年要用掉超过1000亿个一次性塑料带,且其中只有一成被回收。 有鉴于此,沃尔玛希望取而代之的是,消费者可以自行携带环保购物带,或者花费不到1美元购买一个可重复使用的环保带。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许多共和党主政的州并没有再强力推动禁用塑料带法令,主要原因是多数共和党人认为对抗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并非优先事项。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